欢迎请您欣赏相声《规矩论》表演者冯兆阳、杨可通有请 感谢各位 谢谢大家 那么担担的掌声 鼓两下感觉各位就 不情愿地在鼓掌 不是跟您要掌声 现场听现场要有这个氛围 氛围就是靠您各位的掌声哄托起来 演员是最爱掌声 但是我们不能鼓掌 我们的规矩就是打舞台一走上来 站在这儿给您鞠上去勾 表示就是礼貌 观众这掌声就是还礼 咱不能把这个弄反 颠倒不行 颠倒一下 演员上来不鞠躬了 不是掌声 跑这儿一掺呢 全体观众起立 冲演员一鞠躬 那就不是说相 那叫一体告别呀 这里是一个追到会的现场 几句玩笑话 相声大会一个节目挨着一个 刚才是李云天还有史爱东 表演这个节目 像什么样的人 哈哈哈哈哈哈 这时老是原话啊 时老下台的你这什么玩意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说的咱们 总之目的就是逗大家一乐 我们哥俩又站在这个舞台 目的也是一样让您开心 对 拿什么逗您开心 什么呢 行话讲叫包袱 就是性格 生活当中寻找这些包袱 搬到舞台上 逗大家一乐 我们叫来雨 您花钱到这儿的目的 不就是为了开心吗 嗯 这就是您来的目的 对 当然演员也有演员的目的 您说我们呢 比如说他的目的就是逗您开心 这是我冰度 我的目的就是拿他逗您开心 哈哈哈哈哈哈 还能挣钱 哈哈哈哈 你什么白人 哈哈哈哈 开心就好嘛 嗯 对不对 其实这个节目叫打灯迷 对 打灯迷这个节目我们呀 每个演员都不一样 还真是但是像他这么演的 还都没有 哈哈哈哈哈哈 有啊这不出现了吗 对对 对对 他这个节目 用我们这个行话讲了 诈骗 这叫行话呀 我怕有外行听不懂 好 这是诈骗 你都迷你这就出个小名语嘛 哎 连吃辣子都没跟你说完 哈哈哈哈 就吃辣子还辣两句 你说啥 还差两句 最后说这个为什么 变压半了 二百块钱了 我不给你个大的 我吃着了 来这个节目完整 哈哈哈哈哈哈 当然我现在有好多小朋友 你们还想继续猜吗 我想 想吗 放不起来 想的咱简单 那接着他们再玩一会儿就能够 好吗 好 好啊 小孩 你这么大是大小孩 他也才三岁 对 就是摊长 你看他长得多赶了 哈哈哈哈 他也比较摊长 对 七岁半 他出生的时候就一百二十斤 没错 谁家孩子出生一百二十斤 那我妈里多沉呢 你妈四百八呗 我爸得半吨吧 你爸半吨 我爸一人会这么说 你妈四百五百七百三一斤 我妈八百八年 我妈八百年 我妈八百四百四百一二十斤 他也没错 我就配合你一下吗 你看我们有一个特别简单啊 简单的一个小 有一个小灯笔也叫脑筋鸡转弯 小朋友可以猜一猜 猜一猜 比如说 什么东西 能吃 你别猜 鞋垫 我也同回江车啊 这东西比你鞋垫 哎 鞋垫 什么东西啊 能吃 能喝 又能做 这张小朋友猜一猜吧 因为我不知道 我能猜上了吗 什么 沙发 白开水米饭还有沙发 白开水米饭沙发 三眼儿 搞捧人的 哎 哦 也可以是瓜子茶水和椅子 也可以是羊肉串 酸梅汤 板凳 对 因为这个灯笔就没有谜底 你猜什么都行 咱们再换一个 哦 再换一个 再换 你有吗 你来一个 我来一个 我来一个 我说一好的 快快快 说什么东西 飞驴飞马 飞驴飞马 这不好 来说 鸡肉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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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一好的 说一好的 说咱就说一四六八句 哦四六八句 哎 说千里随身不练家 不贪酒饭不贪茶 水火刀香全不怕 日落西山不见 放屁 放屁 我说咱聊得挺好 咱别骂街 我说你放屁 我拿他俩没折 我拿你 我说坐坐坐坐 不 我说你 你放屁 你说的这个 你底是放屁 那怎么能是放屁 不对不对不对 咱来一个解释 你能解释吗 你说千里随身不练家 千里随身不练家 你出门一千里 你想家 那屁他不想家 对对对 没听说你出山走了一千里 屁想家了 想家怎么办 顺着铁道又回来了 进了家门 哎一打开门 你看这是我家 可能吗 二队不贪酒 算不贪茶 你吃饭 你喝茶 这屁他不吃不喝呀 没听说你这好吃着饭呢 吃着饭接着想盛碗汤去 起来走了 一回来 屁把这些全吃了 屁点三圆 对不对 水火刀枪全不怕 水火刀枪你怕 那屁什么都不怕 原子弹都不怕 也没有拿原子弹炸屁 那玩不好定位 炸个屁 水火刀枪他 水火刀枪他 从水火刀枪他 从水火刀枪他 大白天谁见过屁啊 长什么模样 多高的身材 多少的体重 脑子上有没有一朵毛 天 他说你不说水火刀枪他 大白天谁见过屁啊 对不对 他说大白天谁见过屁啊 对不对 你说解释啊 哎不对 我们这谜底是影子 什么还是影子 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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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子能解释吗 太能解释了 你说说我听说 你看千里随随不练家 人走出一千里一万里 人想家影子都不想家 影子都不想家 哎 哦 那第二句呢 不贪酒饭不贪茶呀 你人得吃得喝 他影子就跟那儿比过 他不吃不喝呀 那这有点刀啊 哎 水火刀枪全不怕 你人怕水 人怕火 人怕刀人怕枪 影子 连原子弹都不怕 哦 都跟原子弹有关 哎 那这日落西商不见他 鼎鼠这句最合理 怎么 你太阳下去了 影子都没了 一脸 别脸 哎 哎 我们不带月亮 不带月亮 不带月亮 那这灯呢 不带月亮 哎 他还真有一支点呢 别踩呀 哈哈哈哈哈哈 怎么样完了吧 我好像有了一踩 比你受过了 哈哈 我们这老灯迷 知道吗 迷里就是紧 可以了吗 还没有小朋友要拆的了 没有了 进行相声表演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们在做游戏 我们就是弥补一下 刚才那俩片子 哈哈哈哈 说相声啊 刚才这就是最简单的一种形式 一种互动聊天的形式 动您开心 对 但是相声现在当中啊各位 好多东西您是看不见的 比如呢 你比如说现在 售票方式 就过去的售票方式就不一样 还有什么区别 现在您是花钱 买票才能进来坐这听 对 过去老年间不是 你钱呢 先进来坐这听 听一半听一半 台上演员一敲这小木头 代表这一段结束 然后有人下去跟您要钱 哎我们这叫打零钱呢 别想瞧我们这要钱 嗯 在我们这个行业当中 这要钱可不容易 是不是 规矩很大 先说瞧完这一键的时候啊 演员不能下去 嗯 看有小伙计 拿个小婆了 拿婆了 但我们这行业有规矩啊 首先要冲下 不能冲上 冲上 冲上这是要饭的 哦 这是另外一个职业 对不对 要饭双手接待之时吗 某大街都这样 大爷给点吧 一场无名地大火烧毁了我的家园 哈哈哈哈 产生这是一句老词 那我们不一样呢 哎 平能力吃饭 看的是本质 你瞧的是意 你这不就自欺欺人吗 哎呀 你这么要不给你不还得上来 大爷给点吧 哈哈 哈哈哈哈 一场无名地相声说回了我的家园 哈哈 你拿着原子袋说什么 不光说这个手心手背这有规矩啊 嗯 整个身上动作都得有规矩 怎么样呢 哪否的这只手要往前伸 嗯 能伸多远伸多远 哎呦 哎呦 掉掉掉了 掉了 回来点我也怕痛 下面是腿啊 前腿要封 后腿要封 脸往后靠 哈哈哈哈 这是干嘛呀 跑啊 嗯 要钱不给你他打你怎么办 还打着呢 你这离得远能跑 哎呀走 差一点 这没有破坏这个规矩的 嗯 要钱把脸放钱到 大爷给点呗 哈哈 好逗 为什么说还会挨打 为什么 过去我们打零钱 就说一句话 说什么来 妥了拿下来 您赏句话 赏句话 这句话说什么都行 嗯 您 赏句话 哈哈 滚 这叫人的话 那也是一句话 让滚就赶紧滚 千万别停留 你要停留会滚的更疼 哈哈哈哈 咱们不管他说什么 千万别等着说出这句话来 说什么 认识我 这怎么 这句话说出来 你准挨打 是 没法回答 我认识你 认识 认识 认识跟我要钱 压住你嘴巴 那我不认识 不认识 那对了 只让你 认识认识 所以过去做意很难很难 而且你想下去要钱 还不是每个人都能要 还有不能要 先看在座各位 穿什么衣服 今天无所谓 嗯 我说这是老年间 那都是解放以前 嗯 你要说台下做的观众 有个穿军装的 你就不能要 诶 穿军装咱能要 那就是人民的军队 那就是为人民付出 往下 你说的是对的 人民军队才为咱们呢 对 过去解放以前 动战时期打架呀 哦 军队混乱 哦 军队混乱 那时候哪有给你钱的 嗯 你给他惹急了 好他那部队一来 杭杆一拆 你完了 你再说 穿个西装 也不能要 诶 西装可以呀 西装人都绅士 人家给钱给了大 过去 什么人穿西装 什么人 给日本人当翻译格 穿西装 哦 胖翻译官 哈 哈哈哈哈 胖翻译官 不是 你不用领社我的爷爷 哈哈哈哈 你爹 你爹 对 那时候日本的世纪大呀 嗯 你别说听你的相方给你钱了 这我们怕老子撑一下管子都不给钱 对 是不是 所以说穿的西装都不能要 嗯 再简单点,穿双马靴。 诶,那能要了吧? 也不能要。 你双靴子代表什么呢? 普通老百姓有穿马靴的,那最次都是给日本人遛马的。 又给日本人得的,你下次又受不了了,房子又拆了。 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你穿着衣服的就不能要。 那就,澡堂子里说就行了。 澡堂子更不能要,什么? 那洗澡,进澡堂子拖的一丝不挂,他真掏着钱,你敢拿? 所以这个行业很难,现在你说没有这些要钱的规矩了,但是还要很多规矩。 就在我们这个舞台上。比如说呢? 比如演员在这个舞台上一走出来,就有规矩出现。 什么规矩? 走出来是一前一后。 都这么走出来。 站在这儿呢,一左一右。 就这么多位置。 两个人的关系,一跑一动。 都这么明确。 说了这么多规矩,什么叫规矩? 规矩就是你不能破坏。 你愣把这些规矩破坏, 两个人出现,不是一前一后吗? 那是。 一上一下。 那我要求再上。 那我要求换个大帐。 没出息啊? 废话,怎么还没有出息啊? 我再这么努力,我也不能把你顶着上来。 我把你顶着上来,我抖住这个帘,我就下去了。 站在这儿一左一右。 你要站在这儿一前一后呢? 我站在后头,各位还看得见我吗? 关系一捧一动。 我是豆根,以我为主说的稍微多一点。 他是捧人,以他为辅,说的稍微少一点。 红花绿叶。 你不能我一句,他一句。 那不行。 我仨字,他仨字。 听着闹他。 那就不是说这样的。 那是。 那就是骂大街。 对对对,骂街一般都仨的。 您可以举个例子。 死胖子。 所以说这种行业当中有些规矩。 站在这儿的,你穿着也有规矩啊? 这服装怎么样呢? 说的是传统像的,穿的这叫传统服饰。 叫大褐。 南方叫长山。 穿大褐的规矩就是三白。 第一,白领的。 您看这领口是吧? 干什么? 纳闷没有脖子弄什么领子。 什么美领子? 第一白领子,第二就是白袖子。 这袖口您看,露个白边。 第三,脚下要有白袜子。 这袜子也是。 你没见过白袜子? 我看着都很认真。 这算挺矜持的。 有一次我说白袜子, 后面大头站起来,哪儿呢? 三白显得真干净利落。 显得精神。 除了穿着以外,舞台上样让道具都有规矩。 先说这个, 这可能各位都熟悉。 这我们有专业的术语。 这叫醒目。 醒目您了解。 跟可乐味道不一样。 可乐气大。 这没气,你把它干了。 一饮而尽。 我喜欢喝啤酒。 惊醒之目。 对。 用途过去现在,说书说像。 表演之前要先敲一下。 表演之前敲,代表节目开始。 让大家别说话来跟我说。 表演结束,再敲一下。 这怎么样。 老年间的规定,就是跟您要钱。 要打钱。 但是今天您放心。 我敲碎,都不会有人找您要钱。 是吗? 因为要也不给。 因为我真敲碎我。 但是您道具必不可少啊。 比如舞台上说的这个, 饮酒。 把这醒目拿起来端在手里, 好比就是酒杯。 你看多形象。 推给换展吧。 饿展一见面。 胖子。 敬你呗。 咱们干。 不是长子没有这个资格吗? 废话。 你祭奠我来了你。 对不起。 死太突然了。 还没死。 那我再弄回来。 这玩意儿能弄。 富酒难收,懂吗? 我这有个突然物。 推杯换展好比就是酒杯。 你在作品成像舞台上说的, 你爸爸死了。 哦,那要办白事。 这就好比是那棺材。 我爸爸是曲曲。 你这叫什么话? 废话。 什么玩意儿装这里? 你别看他小啊。 他刺激。 刺激。 你昨晚给你爸爸往里一窗。 你爸爸那哀乐都得换了。 我爸爸是大师兄。 你和你爸弄哥们儿啊。 作品成像一个小道具, 这叫醒目。 他说这个。 这个大伙子就熟悉了。 白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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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刺死我,是吧。 这个白铃经不住他。 这叫尾嘴。 首卷。 先说第一个, 第一个规矩就是你不能用它来擦汗。 这是舞台上的道具。 想要擦汗自己去预备一块。 你要说都用这擦汗, 那太不文明。 太不微诚了。 今儿我来这儿出汗了。 哎呀我去。 他把这儿搓脑来了。 我这儿擦完了。 对不对? 你到擦。 他也出汗了。 哎呦。 我给你也擦一下。 不文明也不礼貌。 但是舞台上去必不可少。 你想出造一个女性角色。 你可以把手卷打开了。 对不对? 打在手里。 嗯。 哈哈哈哈哈哈。 这够像是个女性。 有点过了。 这是模仿的女性。 小家人吧。 拧着嘴的像。 想着看多魅气。 差不多吧。 嗯。 比如说把这个手卷。 哎。 折起来。 就用了。 这怎么样啊? 横在手里好比是书信。 哦,这改文章了。 你要横着拿呢? 嗯。 正直。 哦,对。 你要把它卷起来, 断在手里。 是。 手指。 哈哈哈哈哈哈。 你看这个不要乐。 这也是上厕所拿手指的规。 拿手指还有规。 你什么身份上厕所都是断着手指。 对不对? 隐私啊。 你上班的时候想上厕所。 送着同志的妈去。 你都这样。 你不能说你身份显赫。 有点钱了。 你就破坏这规矩。 上厕所把纸打开。 拉屎去。 这家这包屎拉的这货子。 有趣的吗?我请客。 四泥嘎嘎。 我家没了解你们家请客挺公张的。 你们家请客行使。 还撕迷嘎iles去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多 作笔成样嘛 这是一个手绢 来换一个 这大家都熟义了 这是 舌子 位子 哎 位得真多 舌子的规矩就是 不同人用不同的舌子 那您给讲一讲 比如说这种折舌过去 什么人用的多 诶 这种扇子呢 读书之人 哦 文末之人 拿折扇 扇胸口 哦 您说扇前面这儿 诶 对 显得文兜兜 书卷起 都这样吗 你好比两个读书人马路一见面 他就这个场景 嗯嗯 哈哈哈哈 怎么在这吃蛤蟆了 蛤蟆像话 什么动静 读书人 哈哈哈哈 这位蛤蟆 就你讲 这位仁兄 您好 哦 您好 您好 最近 温书了 温书了 但是 遇到点 小马骨 有一个字 哈哈哈哈 我不认识 哦 请讲出来呀 哎呀 这个字啊 上面一个草字头 下面一个四点底 左边一个耳朵 左边一个耳朵 右边一个耳朵 这个字 哈哈哈哈 我不认得 哈哈哈哈 认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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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 都不认得 就不要温书了嘛 咱们干点正事儿吧 干什么 嗯 耍个流氓去吧 这什么围 实在不是读书那块料 反差更大就是练武之人呢 练武的呢 不是那种折扇眼 啊 比如那种 菩萨 哦 那种椒业的菩萨 或者是老年间的 桑皮脂打扇 一尺来尝 嗯 哎你不能摔胸口了 他摔哪啊 摔肚子 哦 摔下边 哎对练武之人 肌肉发达 都是炸着肩膜 嗯 你看现在 健身房处在那 那不都那样了 对不对 对不对 没有担念完 见完身一出来这样 哈哈哈哈 他练的是脑子 哈哈哈哈 对不对 都得是这样 两个练武之人 马路一见面又不一样了 是吗 呀 大哥 嚇我一跳 那我也害怕 这不贤弟吗 嗯 最近练了 练了 刚踩死俩马 什么马 蛤马 有兴趣吗 咱给他炖了 不感兴趣 不感兴趣 别闲着 怎么着 干点正事吧 干什么 嗯 耍个流氓去 哈哈哈 这这俩文人辩子 是吧 不管说什么 哪怕七人从五 山山的这个规矩 还是不能变的 嗯 说到规矩 其实生活当中处处都有规矩 无处不在 咱俩个最简单的规矩啊 您说说 比如说交规 交通法规 哪怕您没学过 嗯 您也知道 红绿灯吧 对 红灯停 绿灯行 黄灯行不行 行不行 行不行 黄灯就是这样 嗯 黄灯你说他行他就行 你说他不行他就不行 有时候你说他不行 其实他还真行 但你真说他行 那时候他也不行 这玩意这么纠结吗 反正我要开车遇见黄灯 我就比较纠结 哦 开着开着车遇见黄灯 哎呀妈呀 变黄了 我猜哪个 看油门过去闯空灯 二百九分 刹车运线 前车人群才是到 已经撞死了 您犹豫时间太长了 但是我掉头发 好像回这个 遇见黄灯 黄灯所是预备灯 对 看点黄灯咱们就等一等 嗯 你有让三分不抢的疫苗 哎安全为止 生命最重要吗 对 对不对还有一些交会 还有什么 比如说你开着车的时候 这车道想要并线的 嗯 第一件事干嘛 干嘛 先打转向灯 哎提示以后 大家聊一聊聊的吗 对 提示后方车辆我要并线 哎紧急并线 但这个规矩往往现在就被人破坏掉了 怎么 现在你要开着车 打开这个转向灯 不是提示后方车辆我要并线的 那提示的是 是提示后方车辆该提速的 这话怎么讲呢 你看乐的人都有这个定点 现在只要你在马路上开着车啊 不打转向灯并线还好 只要转向灯打开音量 再看后方这辆车一脚油门 走你 差点他夹进来 都是这个样子 嗯 但这个时候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不在这个交规当中 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哦 想要并线之前 先把车窗放下来 嗯 把手伸出去 给人挑一档哥 哎 谁都有点急事 手伸都挑起来 礼貌让行 对 没错 但这个方法不是摆事摆灵 那怎么会呢 我曾经伸手还让人打了一段 那是他没有礼貌 也是我的错 啊 我身的是忠职 感谢大家 爱听我们再多说一下 对 当然您不爱听爷者兄 哈哈 为什么不爱听爷者兄 为什么不爱听爷者兄 是 因为主持人让我们又回来了 啊 时间没关系 主要是后边没人啊 哈哈哈哈 我们俩要下去 您各位也该走了 对 现在再说这就叫做返场 演员想要再次的返场 就必须要有这个主持人出来 配合我们俩一下 哎 没他一样翻 哎 哎 没他咋回了 哈哈哈哈 鞠躬你就回来 我不需要这个主持人 演员演完了 鞠躬躬自己就回来 对 演完了 鞠躬躬 哈哈哈哈 我再说一个啊 哈哈哈哈 你还得快点走 万一观众鼻窝走得快怎么办 哈哈 回来晚上就没有人了 开个小玩笑啊 再说返场一般就是说一些相声小段 或者一些自己身边的故事 嗯 刚才这个节目呢 可能也有观众听过 叫做 规矩论 讲的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规矩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 嗯 对不对 现在好多演员 啊 这个规矩呢 慢慢都在变化 最早我们来到这个德云社的规矩是什么呢 那时候作为学员 每天剧场演出结束 我们要下去跟着一块打扫卫生 对 不会让你先上台 教你什么着 狗链灌口啊 太群特色 没有人教 先磨着你的性子 你这样投在这里头了 慢慢才会教你东西 现在就近 当然现在我们不用下去跟着干活了 为什么 有师弟了 这玩意儿我们都纯帮带 你这行业当中 这规矩也很明显 嗯 对不对 我比你早来一天我就是师哥 到有一天师弟够多了 师哥就可以不干活了 那就师弟下去干活了 都是现在我们这个 还几天 天天跟着干活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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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瘦了 最近不干活又要胖起来 你看前面我们那个主持人 挑个丽衣服那个 余小伟 看见了吧 那来到我们那时候 好三百来斤 现在就剩二百多了 他不是干活干的 他是做了个手术 把胃切了 你真的对不起 切了百分之九十 好 差点一个胃 切了百分之九十 现在瘦了一百斤了 这个胃就九十斤 你知道吗 胃几十斤像 你还这么解释 胃就剩百分之十 就剩一点了 之前吃的有点就是 超乎你的想象 有一次我见证他吃最多的时候 就是我们有个狮子头 大丸子 见过 这么大我 我不夸张 他就白嘴 没就着任何东西 单吃六个狮子头 大不大嘴呗 就当饭后甜点那么吃 咱们饭后是插个葡萄 插个大丸子 插个大丸子 我就想我这个位置 那六个丸子 装都装不进去 他那六个丸子 好像谁也没碰到谁 就全进去了 小的眼睛 真的特别能吃 我们这还有好多 这也瘦了 这瘦了一百斤了 真的 那也瘦了一百斤 我也纳闷 他们之前怎么吃呢 就好像有一嘴 一啥气 就别了 我们这还有一个更瘦的孩子 更瘦的那个孩子 叫范潇琪 太瘦了 有那个要怎么给你形容更瘦 就是 一米八十五的大小伙子 是 不到一百斤 就是每一厘米半斤多 哈哈哈 你是不是看谁都像牛排 哈哈哈 每一个见你面 就变成横牵面 我给各位总结一下 他受到什么成果啊 就是受到没有跨度 那我这怎么想的 你这也理解不了是吧 我再用一句话来总结 受到没有跨度 就是 走路 嗯 掉内裤 哈哈哈 哈哈哈 这个裤子 都挂不住 别别别不信各位 我对天发誓 我要是撒谎 他都不是人 哈哈哈 哈哈哈 我不是人想话 我们得发的事 你发事咋子自己发事 我咋谎 我俩都不是人 非得游 哈哈哈 走路掉内裤 咱走路主要是 真是掉裤子 咱怎么提 你小动作这样 对不对 拿手腕一拖 你大点动作 你这样 你发现要提不是 他呢 他得把手伸进去 哈哈哈 哈哈哈 才能把这内裤提上 已经掉到后脚跟了 后来我就跟他说 不是你再怕掉内裤 你可以穿个钉子裤 哈哈哈 那钉子裤不也挂不住吗 钉子裤那就掉不了了 怎么会呢 你把那俩袋 你记肩膀上走啊 哈哈哈 这要掉了 不让人误会吗 误会 他也不会误会 这是皮裤衩啊 他要抬掉呢 抬掉也有办法啊 你把那两个袋啊 你掉插过来呀 本场演出到此结束再见 我看到你好学着 我看到你好学着 好 好